这是好久不见的智障小说片段系列 如果可以的话 一定要点赞三连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非常重要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直接开始整活 开始今天的快乐 看看那些让人眼睛直接爆炸的沙雕剧情 都市虐烈闻 女主16期的年纪 长得国色天香 水灵灵的大眼睛 肌肤如白雪 一张樱桃小口 瀑布般的长发 刚刚发现身体很十万妙 家里也十分富裕 女主的父母都是楼房设计师 非常恩爱 她的父亲也很爱她 结果有一天放学回家 走到别墅院子里 就听到了声音声 然后女主从窗户中 看到自己的父亲和女同事在床上翻轨 女主为了报复父亲 就在雨夜中狂奔 直到遇到了男主 将他带上车 于是男主就把他睡 本来打算干脆做掉女主 但女主柔弱的外表 让男主不忍心下手 最后等剧情几年后 女主要和他相亲相爱 点赞 这真的点赞 父母不愧是相亲相爱 看出来了 不过女主 这光听声音 可不能确定你爸出轨 万一阿姨腿真的断了呢 爸爸的心理 但男主这家伙绝对是个变态杀人魔啊 就你这还好意思 跟人家后面再找对象呢 要不要脸呢 阿呸 都说 主人公是个总裁 有偏执症和狂躁症 女主是个大学生 两人因为某些人在一起了 女主长得好看 已经圆好 男主就会吃醋 然后就犯病 就打女主 但男主的狂躁症 必须在女主身边才能好 就女主刚被男主打完 就女主刚被男主打完 还要去他病床前陪他 女主实在受不了 想跟男主分手 男主不同意 好家伙 又是一顿打 然后女主肚子里的孩子 被他这么一顿打 流产了 这叫男主那叫一个悔恨 一拳就把墙打穿了 血淋淋的手和墙 吓得女主绝望 彻底不敢跟男主翻脸 最后当然是误会解除 成为互相的小宝贝 哎呦我的老天爷啊 那作者啊 这女主到底是涂啥呢 涂她年纪大 涂她不洗澡吗 还是涂她狂躁症 打人力气大呢 怪不得非得女主 陪着才能够好 这一拳打穿墙壁的力气 处理女主 请问哪个正常的人类 能够招架住呢 就这 两人还真是绝配 换个人 这他们男主早就成杀人犯了 虚假天总文 背景处于民国 男主是个军阀 女主是先进进步学生 女主还是个学医的妹妹 刚出场15岁 在火车上 救了受伤躲人男主一把 是为数不多的 古灵精快的女主 男主为了暴打女主 强行把女主带去开房 但不是和女主开 而是找小姐 把女主绑在床头 看她和小姐睡觉 能不能整点阳间的剧情 哪怕是一半阳间的也成了 这也太阴间了 我甚至怀疑 这是不是人类能够写出来的故事 就这还甜宠呢 那这也太宠了吧 不会吧 难道是免费的成人教育 让小妹妹提前知道 社会和人心的险恶 当然了 现中的军阀那确实坏得可以 你说对吧 一平 不过你这恩将仇报 也算是坏得比较离谱的那种 你们怎么看 你说嘛 女主用闺蜜的身体活了下来 结果回到闺蜜家 没过多久 女主真正的男朋友找来了 女主男朋友不知道真相 在知道女朋友死了之后 又是一顿操作 喜欢上了她闺蜜的身体 各种追求 女主觉得 哦 原来她真的喜欢的是我的性格 而不是我的外壳 你看 她又爱上了我 然后就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 哎 不对劲啊 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啊 这真的是作者说的 超越肉体的灵魂爱情吗 但为什么总觉得 女主说的也很有道理啊 在遇到女主闺蜜后 男主居然又能喜欢上她 这难道不能说明 爱情是可以超越肉体的吗 对吧 你对个屁啊 还不如早就缠人家闺蜜的身子 阴谋论一下 这可又是个细思极恐 青川小说 男主很爱女主 虽然有后宫 但还是爱上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子 并且独守他一人 女主想让男主放弃皇位 和自己一起逃离 做闲云掩贺般的夫妻 男主不同意 一番争斗后 成功登基 成为了新的皇帝 但结局 因为忙于正午 冷漏了女主 使得女主不开心 于是他干脆放弃了皇位 将他交给了兄弟 假死脱身 和女主厮守终身 What the fuck 那你绕了一圈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杀了这么多人 干了那么多大事 兄弟都快被你宰完了 到最后 还是为了女主放弃了一切 你早点放弃让给人家 这难道就是 我可以给 但你不能抢 帝王心术啊 女主就是个老工具人了 都市闻 男主是一个老好人 胜负级别 什么好坏的忙都肯忙 女主也是被他救了之后 才慢慢有了好感 恶毒女配开始搞事 他设计让自己和女主 一起掉进了水里 哦 这该死的送命题 但女主决定先救女配 然后再救女主 他给出的理由是 如果不救女配 让她死了 自己会亏救一辈子 而如果是女主死了 哪怕没救到 男主知道无论如何 女主都是不会怪她的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默契 女主听完这话 却开心地原谅了男主 又回到了原本的生活 RG 女孩子真的有这么好哄吗 现实中 这种送命题 要真是这么回答 头会不会被捶爆啊 发出了疑惑的二连文 这些剧情不就跟 欺负老师人一个样子吗 按照常规的套路 知道女主绝对信任自己 那不更应该先把她救上去吗 至于女配死不死 那就完全是看命了 不过以男主这种心理疾病来讲 估计还真没法视而不见 这病肯定得知 毕竟可没听说 有圣母院可以接受啊 男主A 好了呀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同学 一定要点赞三连支持一下 就对我